自己做饭比当老外健康 专家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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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心油 煮淀粉 与头拉骨的食安问题 搞得台湾人心惶惶 因此大多数的人 都认为自己在家做饭 比当老外 老是在外的外食组健康 但是美国支架哥的一份研究 却推翻这样的论调 专家针对40 50 60岁 不同年龄层共2755名妇女调查 历经14年的追踪发现 妇女花在做饭 洗碗等烹饪相关的时间越长 她比其他人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 就越高 也就是发生腹部肥胖 高血压 高血糖 或是高血脂等 这些问题的风险变高 而且如果做饭时间越短 风险也会跟着降低 虽然专家也表明 无法解释两者之间的确切关联 但还是提醒民众 外食或自己下厨的差别 还不如健康的烹调方式重要 东新闻 专家说不是 很重要 所以要说三次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